长期蜡烛两头烧 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孩子 李小姐疲惫不堪 茂密的黑发出现小圆凸 压力太大 大概两个月前发现了 鬼剃头影响外观 患者情绪往往更加低落 难看啊 如果越来越大变怎么办 变凸头怎么办 头发对我们来讲很重要啊 感觉非常的在意啊 外在环境产生剧烈变化 身心失调压力过大 长期睡眠不足 都可能是引发的导火线 我们的免疫细胞不出了问题 那免疫细胞会攻击 我们自己的毛发 那中医认为呢 发为血之鱼 就是说你的气血 运营顺畅的时候 才有可能去乳养你的头发 中医治疗鬼剃头 除了服药条理 针灸有限出效果 中医针灸进行局部的点刺 维刺 让局部的产生一点点的刺激 改善局部的维循环 台中刺激医院研发火血化瘀 于轻湿热配方 局部用早晚用点擦的模式 那慢慢的就是去摩擦 就是我们去涂抹 然后把他的湿跟热 给清除掉 那他的毛发自然就会 比较健康的重新增长 中医条理 加上适时放松心情 头发有机会 很快长回来 大爱新闻 黄紫玲 杨静廷台中报道 我们下期见